台磁電的創辦人 當中沒有說 臺灣政府的優勢 就是林財政跟二十六家 不過外電不斷 台磁電是因為中端市場 輸給酒 康尊去法治同班 加上美國唱的康唱 並不順利 強行 台磁電每年到後年營收 是會最好挑釁 今年一次的法官協會 國際議會再去基行 台磁電創辦人當中沒有 再去演講講臺灣 政府的競爭優勢 他說臺灣的優勢 除了有人知道 英國的流動律家 他剛才說 利益的比率只有4%至5% 當中沒有強調說 以恨出席的社會來說 這麼多產品都會用到產品 如果產品製作 是沒有很重要的產業 臺灣應該持續 捍衛冷靜的地位 不過最近台磁電團出 因為營收減少 加上產業的經濟比較壞 消擴準的速度沒有像暗算的那樣好 團出台磁電要求 正品設備上 能後交費的時間 雖然今年在營收 加主本的支出的一切都沒有改變 不過每年到後年營收 加主本的支出都調整 要來降價壓力 到2028年之間 那麼這一段期間呢 將會是在海外產能會是 逐步開出比較密集的 這個時間點 那但是呢 整體這個海外的產能 畢竟它的一個占比 還是相對的比較少一些 那所以預計 整個的一個產能的生產重鎮 依舊還是會放在臺灣 現在未來的經濟 有半導體的研究機構已過 今年臺灣正以代降壓 營收水鐵13% 那如果明年的營收 可能成長15% 不過三四消費的熱頭優寒 正以代降營收的成長 要是有變數 現在 中學報道